奈及利亞第一大臣拉哥斯 以死亡事故不斷增加為由 禁止了計程摩托車上路營業 而這也引發了通勤族 跟司機的不滿 甚至連商會主席都認為 需要重新檢討這項政策 奈及利亞第一大臣拉哥斯 有著超過兩千萬的大量人口 交通擁塞加上大眾運輸匱乏 使得方便深入大街小巷的計程 摩托車大受通勤族歡迎 但不明摩托車難以追查 加上有司機搶劫乘客 造成治安等問題 讓拉哥斯政府決定二月起 禁止計程摩托車上路 卻引發市民強烈不滿 最近上任的拉哥斯州長巴巴吉德 宣布禁止當地的 奧卡達斯計程摩托車 以及KKs計程三輪車 主要理由是他們造成過多的交通事故 對現代化城市而言已經不合時宜 根據拉哥斯官方數據 二零一六年到二零一九年 摩托車造成超過一萬起交通事故 六百多人死亡 當局為了彌補禁止計程摩托車 造成的困擾 宣布加派六十五班公車 卻仍然消除不了民怨 批評者認為用來替代的公車 根本就不適合開在拉哥斯 狹小品質差的道路 此外少了計程摩托車 原本家中有車 但因為怕塞車選擇不開的民眾 只好再將車子開上路 反而造成交通更加阻塞 為了保住飯碗 大批司機走上街頭示威抗議 甚至不惜與警方發生衝突 不只是居民和駕駛叫苦連天 近年智利開發類似Uber的摩托車轎車平臺 也十分錯愕 表示事先完全沒有被通知 拉哥斯商會主席穆達也不看好這項禁令 認為會降低拉哥斯對投資者的吸引力 也增加物流作業的難度 必須重新審視這項政策 記者林孝如報導